哈马斯资深领袖沙勒阿鲁里暗杀事件 使得尾巴冲突扩大战线 多边战线的风险更是大大提高 哈马斯就指控乙军 试图将危机扩散到周边地区 而在这敏感时机 乙军正在叙利亚边境的戈兰高地 展开实弹演习 为了预防局势持续恶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一次出访中东 防止战线蔓延到加沙以外 开年第二天 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武装组织 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的据点 将哈马斯资深领袖沙勒阿鲁里 炸得血肉横飞 数以千计的人星期四聚集在贝鲁特 送沙勒最后一程 他的棺木盖上巴勒斯坦国旗 致敬的鸣枪声不绝于耳 沙勒和另外两名在袭击中 丧命的巴勒斯坦人 最终长眠在沙提拉营地的墓地 我们在沙勒的沙勒 沙勒的沙勒 我们说这些信息给巴勒斯坦人 因为巴勒斯坦人全都变成共产 我们必须巴勒斯坦人和旅温人 要共产 和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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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要努力 没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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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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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沙勒的影响力 比不上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 但他却是以巴开战以来 第一个在巴勒斯坦以外 遭到暗杀的领袖 虽然各界都把矛头指向以色列 但以色列采取一贯立场 既不承认也没有否认 局势越发紧张 哈马斯领袖卡列梅夏尔 就剑指敌方 野蛮侵略整整三个月 残忍杀害父女和儿童 试图消灭所有加沙人 如今还打算扩大战线 后害其他国家 一巴开战以来 真主党一直在边境地区和以色列 互射火箭弹 可是相对可知 专家分析 这次的袭击是以色列给真主党的警告 就算是他们的腹地 一方也可以郑重弘心 而真主党也低于时间表明 不会再沉默下去 这场不见尽头的冲突 目前已经蔓延到鸿海航道 现在各界都在担心 会扩散到黎巴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义军星期四在占领的叙利亚哥兰高地 出动步兵和装甲车 展开实弹演习 这个战略地点 会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 士兵表明 万一真的和真主党短兵相接 也要确保义军身处不败之地 同一时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启程 出访以色列和西岸 下个星期还要访问土耳其 卡塔尔 阿联酋和埃及等多个国家 宣求战线不扩张 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 布林肯也会在访问中 提出有必要阻止 野门胡塞武装组织 袭击鸿海商船 同时建议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 将哈马斯挟持的剩余人质 尽早带回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武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武装